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紧接带走了至亲的生命 但我仍想说 谢谢你 贫穷 今日 一篇18岁女生关于自己 关于贫穷 关于希望的文章 引发了网友的强烈感想 这名女生叫王欣怡 刚刚在高考中 取得了707分的成绩 被北大中文系录取 王欣怡图自公众号和亲家长会707分好上北大英家境贫困 高考结束后 经高中物理老师介绍 她在保定一家辅导机构做辅导员 当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门口之时 她正知识一人在异地打工 收到妈妈发来的录取通知书的照片 王欣怡失眠了 她说 我印象当中只有三次失眠 一次是知道高考班数的那天 一次是知道录取结果的那一天 另外一次就是看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她一直要妈妈里里外外 把录取通知书拍个遍 王欣怡收到的录取通知书 图自公众号和亲家长会 尽管家境贫困 再丝毫没有影响 乐观积极的她 小学 初中 高中在班里一直都名列鲜毛 各种下状 证书贴满了墙壁 图自公众号和亲家长会赐个多月前 她曾在全校师生面前 代表高三学子大声宣告 只要算起比跌倒多一次 我们便没有辜负这段青春 这段韶光 王欣怡在试诗大会上发野图 自和北早强中学观望王欣怡的班主任张秀英曾这样评价她 她 乐观开朗 视野开阔 格局很大 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 只知道学习的学生 的确 她爱好画画 唱歌 演讲 平时经常会关注时事政治 阅读外文书籍 虽然高中学的理科 基于对文学的喜爱 王欣怡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选择了北大中文系 这让周围很多人不解 但是她说 追随自己喜欢的事情太重要了 幼小的申君和妈妈一起撑起这个家 王欣怡出生在早强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妈妈体弱多病 常年在家照顾患有高血压 哮喘病 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爷 家中有两个弟弟 大弟弟即将升入高三 小弟弟还没有上小学 一家六口全靠家中的五母弟和爸爸 外出做邻国补贴家用 王欣怡的家徒子公众号和亲家长会从小学开始 王欣怡就主动帮爸爸妈妈承担家务 经常会下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国 为鸡割草 采摘棉花 放羊 春耕时帮妈妈在前见离地 她在前面拉 妈妈在后面推 伸一脚 浅一脚 至嫩的肩膀扩造的帮父母意气扛起家庭的重担 王欣怡的妈妈徒子公众号和亲家长会妈妈身体不好 经常感冒 而且一感冒就好长时间好不了 胃不好 经常喝中药 每次妈妈不舒服的时候 王欣怡就会在一旁搭水喂药 无为不至地照顾她 并承担起妈妈所有的家务 照顾老爷和弟弟 做农活等 王欣怡的妈妈说 王欣怡每个月在学校花的生活费 是品尝孩子的一半 每次买饭就买一些大白菜 舍不得吃点葷菜 王欣怡和弟弟高中期间一直在与贫困生的不住 有位爱心人士也一直在关注姐弟俩 经常说只要他们有困难 随时可以联系她 王欣怡的大弟弟 成绩和她同样优秀 图字公众号和亲家长会 王欣怡的小弟弟 图字公众号和亲家长会 王欣怡妈妈说 非常感谢社会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关照 只要是自己家庭所能负担的 绝对不会向别人请求资助 我们一家圆省吃解用 辛苦一点 也没什么 一家人只要平平安安在一起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钱还是去帮助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妈妈从小教育她要好好努力 将来以后有能力 一定要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回报国家和社会 妈妈朴实的话语 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 写文章感谢贫囚感动网友王欣怡 此前写的一篇关于自己 关于贫囚 关于希望的文章 已经发出以后感动了许多网友 老了患癌去世 家庭经济困难 面对同学对一卓的嘲笑 上学路上的艰难 王欣怡通通话为了两个字 感谢 她写道 贫穷带来的怨父只痛苦 挣扎与迷茫 尽管她傻窄了我的视野 刺伤了我的自尊 甚至紧接带走了至今的生命 但我仍想说 谢谢你 贫穷 感谢贫穷 你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 让我能够零距离地接触自然的美丽与奇妙 享受这上天的安慧与祝福 我是土地的儿女 也深深地爱恋着脚下坚实而知苦的黄土地 我从卑微处走来 亦从卑微之处汲取生命的养分 感谢贫穷 你让我坚信教育与知识的力量 来自真理与智慧的光明 终于透过心灵中深深的误来 照亮了我幼稚而懵懂了心 贫穷可能动摇许多信念 却让我更加执着地相信 知识的力量 平时而充满力量的文字 感动了许许多多的网友 很多人都说从王心仪的脸上看到的都是阳光 仿佛他所经历的都是晴天 看不到任何阴霾 其实他自立自强 阳光乐观的精神 这是其父母的折射 王心仪图字公众号和听家长会 任何先进的教育方式都比不上父母面对生活的态度 对孩子的影响深刻 一路走来 王心仪了解前路的艰辛 依然热爱生活 因为顽强而生气勃勃 家庭的贫困只是暂时努力拼搏出的幸福才是长久 中国青年报ID ZQBCYOL整理 留言综合此河北青年报记者李孟颖 河北早强中学官网 中国青年报中心在线出品DN的念泽声明 短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中心在线出品DN的念泽声明 中心在线出品DN的念泽声明